是预赛,中国男足逆转战胜泰国的原因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虽然赢了,但是球技与泰国差别太大 现在的男足的全面落后 归根到底是身体力量的全面落后 身体素质力量是一切竞赛的基础 只有完命地训练身体素质力量 才能打败对手 身体素质力量都不行 就不要谈战术,就不要谈传接 因为跑不动了 本场比赛,基本全场被压着打 上半场裁判少掏两黄牌 下半场感谢暴雨 泰国的配合都踢不出来了 由于技术体力太差 要求打击战术是不切实际的 既希望于中国男足创造惊喜也是不可能的 偶尔能在一两场比赛中 跌跌撞撞擦点火花已是不易 国足在亚洲就是 三流球队要放低姿态 去拼每支球队或许就能成功 现在我们的球员都一拿球不是瞎踢瞎船 就是丢了,只有为师豪拿球从容不破 过人突破有模有样 球迷对国足真的没有太高的要求 水平如何我们都认了 球员们现在就是这种技术水平和足球意识 我们也不会指望他们一下子成为亚洲顶级 泰国队上半场全球成功率比中国队高很多 碰上高位逼抢就瞎船 基本功不合格 为师豪不一定是性格问题 应该是思维优点问题 他可能也不想 但是他有时是无法自控的 在某一方面很突出 往往在其他方面就会差一点 有人说杨克围棋70多分钟把为师豪换下是错的 我看未必 只要场上足够拼 尽量地把握机会 相信真的球迷就会觉得满足 无垒丢的单刀固然可惜 不过这也算是正常发挥了 如果每个球他都能处理得很好 也许现在还在吸甲 至少他冒着撞门柱的风险进了个球 没那个进球可能就是平局了 为师豪这个人 你一定不能逼他 比如说连续多场把他用得很皮 或者在场上反复被对方防守队员紧逼 都可能把他点着 一旦点照 谁都拉不住 会像鞭炮一样一次爆完 我可以肯定 但就之前违背球迷喷得体无完肤这一点 如果是本土教练的话 绝对不敢用他 这样敢突敢带有灵性的球员 值得杨克围棋的信任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